各位戰地異社團的還有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你們剛剛有一個生的那個玩家 應該叫做我玩的就是說 這個戰地異者就是夜戰 那...因為有人私底下問我說說 問我可不可以用施布拉德的 槍然後 玩夜戰 那本身我蠻喜歡用施布拉德 的槍玩夜戰 因為我覺得用施布拉德的玩夜戰 是一個挑戰 因為本身夜戰的話來講的話 就是好像是攻戰塔爾跟文尼爾之夜 我記得這個應該是攻戰塔爾吧 那是好像是前列線模式 我都覺得要前列線模式 那我可以...他們想說他想要用這把槍 但是不知道怎麼用 那...我是先跟你講說 如果你要用這把槍的話 有幾個... 有幾個我的心得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用狙擊手的版本 那...我沒記住的話 你要先用原廠的要殺300殺 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一個任務 我老實講 這把槍要打300殺 你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去一手那個版本的話 我大概...已經拿了9顆的勤務之心 那過幾天我可能會上傳 我打... 我打那個... 維尼爾之夜的那個夜戰 我是拿施布拉德那把槍去打 我如果...我記得我好像... 我記得我好像有錄下來 那就是說... 你看大概怎麼去走位 那施布拉德跟這把槍的... 走位方式不太... 可是我必須承認我走位... 我不是很會走位 那我這把槍有一個... 有幾點我先跟你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它本身只有5顆子彈 所以你要利用這5顆子彈的優勢... 發揮出來 其實我這樣講...講得很籠統 因為這把槍不像一般的半自動補槍一樣 第一...它有高容量的彈槍 那這方面的話... 你要知道怎麼去交叉火力的去... 交叉火力的怎麼去... 去...去打...去打敵人 所謂的交叉火力就是說... 你可能有時候你要稍微... 判...判定一下就是說... 對方子彈打過來的... 方向是什麼 這是適用於任何的... 任何的一種... 任何的一種... 那個兵頭 那我拿這把槍的時候... 其實我會比較... 我會比較小心一點 就是說... 我先跟... 如果你想要用這把槍... 仔細聽我的... 我大概下面幾個講 第一個就是說... 你盡量跟著... 部隊走 跟著團... 因為你只有5顆... 你一次只有5顆子彈而已 那... 你要發揮到你的優勢就是說... 你千萬不要當孤啦 即使你拿煙霧彈... 你也千萬不要當... 因為你當孤狼... 所以你... 你是義務兵... 但是你生存下來的機會... 你會比別人還要... 除非對方很嫩... 隊友... 除非是敵人很嫩... 要不然... 一般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我試過... 我拿這把槍當孤狼... 我... 我死得很快... 我真的是死得很快... 然後... 不管你是任何的場合... 再來呢... 就是說... 你拿這把槍... 不光是原廠的... 還是... 狙擊手版本... 有些模式... 你適合可以拿這把槍... 有些不適合... 比如說... 前線模式... 搶歌模式... 一定是搶歌吧... 前線模式... 搶歌模式... 然後... 還有一些... 比較小型的... 那種地圖... 前線模式... 前線模式... 然後... 搶歌模式... 還有一些... 比較小型的... 行動模式... 那種的... 你可以拿這把槍... 如果你... 今天你是... 跑那種... 大型征服的... 我是建議你... 如果我是... 你可以發現到... 我在錄... 薩斯拉德的影片的時候... 大型征服... 我幾乎是不拿這把槍... 因為你拿這把槍... 怎麼說呢... 因為大型征服的話... 你拿這把槍... 相對的... 你的優勢... 不是會出得來... 就... 出不太出來... 但是如果是玩那種... 前線的近戰交... 比如說... 你現在看到這種... 這種的話... 他優勢其實就出了... 就是我只要跟著部隊走... 或是層次相戰... 或是說你只要專門... 防守一個... 比如說亞米那種... 守住一個... 一個城牆... 或是說... 一個... 一個... 不要說島嶺... 就是一個... 一棟大樓的... 防守那種... 跟著部隊走... 然後... 你優勢才好出來... 那再方面的話... 他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 我試的好幾次... 我在... 維尼茨之亞是哪裡... 這把槍... 你超過100公尺... 因為他的... 表格上面是... 100公尺... 就是說... 算是很平衡... 可是... 如果你... 超過100公尺... 因為我曾經試過... 就是說... 我在100公尺之外... 有... 據點外面... 然後... 我一樣可以爆頭...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我一樣可以爆頭... 然後... 而且是我... 好幾次都是可以... 把對方... 那... 這把槍是... 的確是專門給人家爆頭用... 所以... 你一定要利用他這個爆頭的優勢... 然後... 把它凸顯出來... 那... 原... 原廠的話... 跟狙一手... 狙一手部槍的話... 如果你今天是拿狙一手版本的話... 你的打法... 你... 沒有拿腳架的打法... 的... 手感... 就跟... 原廠的手法... 其實是... 那... 如果說... 你今天是拿狙一手版本... 我建議... 你就是說說... 我建議就是說說...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用腳架... 然後... 固定的... 不要說固定... 就是說... 固定的... 守在一個地方... 那... SIPRA的這把槍的話... 如果說... 你今天... 五發子彈... 打一個敵人... 沒有打到的話... 其實這一點很重要... 你今天打一個敵人... 如果是其他兵種的話... 其他的... 義務兵種的話... 你可以... 你就不一定要這樣打... 可是... 如果你拿SIPRA的的話... 這把槍... 你要打敵人的話... 如果一個敵人... 你五發子彈... 打不死... 或是說... 你有miss掉... 你就走位... 就走下一個... 你千萬不要就是說... 拿這把子彈的時候... 然後就說... 這個門... 我敵人... 我有五發子彈... 打不死... 然後我繼續再拿五發子彈... 再去跟他硬幹... 那... 我可以跟你講說... 那... 其實勝算就不大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說... 你最好就是說... 換個位... 換個... 換個跑位... 那這把槍呢... 他很重視跑位... 是因為說... 第一... 他子彈少... 第二... 他本身的話... 他雖然很平穩... 但是就是說... 你要懂得去壓槍... 這把槍你要懂得去壓槍... 因為的話就是說... 你盡量就是說... 使用聲東擊西的方式... 也就是說... 你看那些... 我是很少在... 在戰地益... 看到很少人在拿這把槍... 真的太少人... 所以說... 我不知道他們的走位是什麼... 像我的話... 我會... 有時候會繞到... 那個敵方的旁邊... 側邊... 去...去打... 這邊去打... 然後... 像我會打那種... 有點落單那種... 我... 千萬不會去打那種... 就是說... 一堆人擠在一起... 那種... 一堆人擠在一起... 那種... 你一定死... 因為你沒有那麼多子彈... 去攻那麼多人... 所以說... 我一定去找那種... 落單那種... 我會找那種... 就是說... 一格兩個那種... 那再來就是說... 如果說... 你今天突然遇到了... 一群人... 就是... 你在蹲點的時候... 突然... 遇到一群人... 我的建議是說... 要嘛就是... 蹲在那裡... 不要開槍... 等他們過去之後... 因為... 你知道你一旦開槍... 那所有人... 你一定死... 還有就是說... 如果說... 你今天... 遇到的是兩個敵人... 你可以硬幹... 就是說... 你... 硬幹的當下... 其實... 手槍就要掏出來... 那...如果說... 你超過兩個以上... 那我建議你不要打... 因為超過兩個以上... 你勝算... 你沒有勝算... 你一定沒有勝算... 即使你拿手槍出來的話... 你勝算... 你還是輸給人家... 尤其... 遇到那種... 拿噴子那種... 那種... 那種... 三彈槍那種... 你一定掛... 絕對是掛... 再來就是說... 手槍的部分... 那... 因為... 他的... 尤其他的這把槍的話... 你拿這把槍的話... 你拿這把槍的話... 很... 手槍很重要... 因為他... 他... 你... 他不像是說... 聚聚手的... 偵察兵的那種... 手槍... 那我建議就是說... 像我比較喜歡拿左人... 因為左人的話... 你換彈的方式的話... 很快... 非常快... 因為... 尤其他的... 你沒有那個... 那麼多時間在那邊... 你看... 有時候我錄影... 我拿那個... 那個... 那個槍很好笑... 就是一直... 就是一直在那邊... 秀他的... 換彈的那個... 那個姿勢... 我是覺得很好笑... 其實根本... 我是覺得那個... 我不建議拿那種... 拿那種... 那種... 手槍... 就是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換那個... 換彈的姿勢... 其實我看... 我是覺得... 滿想笑的... 因為你在那種... 當下的話... 你在那種... 兩兵交接的... 的情況下... 其實你沒有那麼... 在那邊... 搞那個... 那個... 那個... 我一下子就... 你看...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 我跟著部隊走... 我可以撿... 我可以撿剩下的... 我可以撿剩下的... 就是撿那個人頭... 那其實沒撿人頭... 我還是有把握... 我還是可以... 我還是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把對方趕... 再來就是說... 欸... 手動彈部分... 那手動彈部分的話... 我覺得說說... 你們最好就是說... 用... 毒戲方式的去走... 那今天我的影片... 都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我這邊講... 分享一些... 跟大家... 算是有幫助... 那下次我會講... 具體手版本的... 怎麼去走法... OK... 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掰掰... 謝謝大家...